在2008年的时候 连胜文是马英九竞选团队里面 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 他当时负责青年的工作 但现在人家问他说 在这次的选举 你要帮马英九吗 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现在老婆差一三到北京 帮好友刘嘉玲戴意的 手表站台肇事 连胜文是满脸的笑容 但眼见马英九的选情紧绷 连胜文却依旧不愿在台湾 帮马英九站台 安全的顾虑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之下 我们当然做我们 尽我们一些小小的力量 因为帮忙其实很多种 也不是一定要站台 在野外站台 或是在到处游街示众 这样也不是这样 我们帮忙很多种 打打电话也是帮忙的是不是 被美容交代掩盖的枪伤 就是连胜文至今 仍然不愿站台的考量 虽然不能站台 但连胜文还是会担心 授群对马英九造成的影响 我认为到最后 我们很多绝大多数理性的选民 还是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所以我想批评他 也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东南新闻 王正来 北京报道 好 没有想到 连胜文自己都不出来 他都不出来要帮马英九 这个竞选了 好 那这个契平 你一开始的时候 问了很多个问号 那是在内部里面 谁帮他把关 谁帮他过滤 谁帮他破话 谁帮他布局 谁帮他散 等于说危机处理 但是在外面新的问题来了 谁帮他卖命 谁一当帮他造训 对 那个老师说 2008年的时候 马先只要在外面 打仗就行了 为什么 家里面 总部吴伯雄党主席 吴敦毅秘书长 张启贤副总干事 这些人帮他在家里面坐证 三千老公啊飘 而且是卖命式的 吴伯雄那时候腰痛 卖命帮他撑住 那时候家里面安顿的一塌糊涂 所以人才济济 这一次通通这些人 全部不见了 那么那更让人感到 我真的替马先这次选情 越来越感到忧心 为什么忧心就是 现在马总统 他现在应付各种问题 左之右处 但是你看看 就是他的敌人 一个小英 小英现在 这个摆脱了苏家权 农舍的泥澜以后 拼命往前走 而且拼命往前走 越走越快 为什么 这也是这个 监察院 跑去搞一个三只小猪出来 没想到居然让对方借力使力 好 借力使力 现在 蔡英文在11月1号宣布 是小猪院 小猪院 小猪院 然后开始要本来是 三万只小猪 变十万只小猪 现在变十二万只小猪 现在要弄到十五万只小猪 而且11月下旬总统登记的时候 他们什么 喊出了大猪小猪手牵手 这个叫做 叫做什么 一起 小云选总统 要让小云选总统 喊出这个 好 他们看到小猪热这么热 现在又有新的构想要出来了 要12月 现在正在规划 要小猪回良家活动 12月 就说11月是小猪 12月小猪热要一直弄到 1月10号投票那一天 好 除了这小猪热之外 蔡英文出个新书 你看看 那个新书的场面 多么的热烈 好 多么的热烈 所以 今天 功夫 就有一句话讲了 功夫里面有一句名言说 说什么 说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他会出来 今天 你看 我们来看这个功夫 这就是功夫这句很有名的话 尽管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今天就是监察院 杀了三只小猪 还有千千万万个小猪 害得这么一搞 就是一搞搞成 蔡英文现在小猪热要从11月烧 到12月底一直烧要选钱 好 除了蔡英文之外 宋楚瑜 现在还在联署 宋先生的联署书 在10月5号还要交第二批 现在还在很热 你知道吗 张杰 我是很熟的 当年我采访他 我家有他的荷花 他91岁了 台湾最有名的画盒大师 他现在街头怎么样 画盒 你只要领十份联署书 我就送一副 画盒的画作给你 如果你联署书送的越多 我的画就越大 你越多我就越大 我画的大小 是以联署书分数为主 你看 所以还蛮热烈的 所以11月5号 究竟宋先生还会送多少联署书到中选会 现在整个 所以别的阵营就是都在大步往前走 结果这个马阵营在那边原地应付各种来的刀剑武器应接不暇 那瑞德 在2008年我们回顾那场赢了200多万票 赢了200多万票 那不是只有在都会区 那是从台湾头赢到了台湾尾 那等于说从都市赢到了乡村 当时马英俊我记得我最惊讶的是 他连到了所谓的嘉义的乡下 那个都受到了盛况空前的欢迎 怎么不过才四年的时间 这个总统跟老百姓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地方 因为我有很多地方的所谓的地方 我们说他是地方派系也可以 然后这次很多的人都说 虽然表面上还是要支持马英九 但是事实上他们不会再使这么大的力气 因为跟马英九的关系 他的个性有非常大的关系 请问2008年的时候 我讲坦白的 全国各现实是非常用力的 帮他的助血 那个是气势如虹 可以来形容 包括那时候的人龙跟场子 那为什么现在变得那么冷啊 因为我帮你抬轿没有用啊 不仅没有用 你还要消灭地方派系啊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不仅帮你抬轿以后 我没有苹果吃 没有糖果吃 我最后连衣服都没得穿了 你知道吗 在这种状况下 我为什么要帮你 这是一点 还有就是说 各位如果看看跟他的个性 有很严重的这个关系啊 我记得921大地震的时候 这个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呢 他到了灾区 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直升机把它载到灾区以后 他到了以后干什么呢 遇到乡长 村长 他立刻旁边就把钱拿出来 一捆 五十万 一百万 拿去不用报销 你就赶快拿去给灾民用 到哪里就拿去给灾民用 宋楚瑜当省长的时候也是这样 去看灾的时候即便没有带钱来 但是宋楚瑜他的行动能力非常强 所以他立刻跟他的幕僚讲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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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多少钱 多少钱 多少钱 回去以后立刻就拨 马英九去看灾 尤其是八八风灾 是他最大的致命伤 马英九去看八八风灾 我们可以知道 你不仅不给钱 只出一张嘴就算了 大家还记得吗 他用望眼镜在灾区 看那个灾区 那个状况的那个画面 被民进长拿出来 不管得这样重复的送 他的个性就是让人家觉得说 他跟老百姓有一段距离 周美清讲得其实很好 他对别人 他从来不会去体贴别人 然后在这场风灾里面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个画面 不是有人要见他吗 因为他的爸爸在里面救不到吗 结果随后本来不愿意让他见 后来见到以后他讲了一句什么话 你不是见到我的吗 你不是见到了吗 好 接着我整理一下 这几年来的马语录 你不是见到我的吗 我把原住民 我把你们当人看 然后那天可能太累了 所以男生当做女生用 女生当畜生用 然后把运动员当做动物员 种种之物此类这些非常不妥 我们常讲说 有些活动其实是本来很OK的 比如说去看蛟龙 去关心蛟龙是很OK的 突然间蛟龙一个女孩子 一个欧巴桑反映说价格太低了 你怎么不早说 我能早说的话 我还需要现在跟你说嘛 对不对 本来是件很OK的事情 就因为一句话破坏了 比如说去新建的灾区 给灾民住的这些永久屋 突然间蹦出一句话说 就像普罗旺斯一样 本来是很好一件事情 自己提供了别人 可以攻击你的目标 所以是一件好事情 反而因为这样 就把整个目标 跟它的重要性 整个区隔 整个给模糊掉了 所以我们看到 马云九最近的神态 有一些疲累 大家会说马总统你累了吗 难道在旁边真的没有人 可以帮你分忧解牢吗 那今天这种没有人 可以帮你分忧解牢的状况 又是谁造成的呢 我们绣一下好了